这部网飞出品的丧尸剧《黑下不该被埋没》 官方宣称它属于僵尸国度的前传 号称美国版釜山喜 全程高燃 精彩不容错过 这里的丧尸战斗力很强 但主角全都是平平无奇的普通人 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这丧尸末日下艰难求生的吧 女主罗斯一家急匆匆收拾好行李来到街道上 快速朝着前方跑去 一路上背着大包小包的行人越聚越多 就像是逃乱一般 原来前不久小镇爆发了丧尸病毒 政府随即召集这里的居民前往紧急避难所 市中心体育馆 上车之前每个人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罗斯女儿很顺利地上了军车 可轮到罗斯丈夫的时候切出了意外 她稍显慌张的神态引起了士兵的怀疑 被交到一边进行全身搜查 士兵很快发现了丈夫有伤在身 顿时如临大敌 将她踢到一边后 连剩下的居民都顾不上 立即开车走人了 罗斯顿时有些崩溃 她女儿还在车上呢 连忙追着她大喊 在体育馆千万别乱跑 一定得等着自己 此时远方传来飞机轰炸的声音 没上车的民众吓得四散逃跑 罗斯和丈夫快速逃进最近的房子中 等外面的爆炸声和枪声渐渐平息了 才松了一口气 罗斯决定现在就启程 无论如何也要去体育馆找到女儿 可丈夫现在的伤势有些重 根本无法完成这么长的跋涉 她建议罗斯扔下自己独自前往 这样的话希望还大一些 罗斯自然不会同意 抱住丈夫不停安慰 见她稍稍平息了些 就到楼下找水喝去了 没过多久 罗斯听到楼上传来动静 她拿起水果刀悄悄来到楼上 打开一间房门 居然是个卧病在床的老太太 她像是想到了什么 赶紧来到丈夫的房间 接着面露聚色 快速退到卫生间 将门锁住 忽了一会儿 她听到对面房间传来老太太的惊呼声 于是立即打开房门 飞快朝外跑去 紧接着已经变成丧失的丈夫和老太太都冲了出来 罗斯拼命朝着巷子深处跑去 却不知道前方是条死路 她想翻过围栏 却有些力不从心 眼见变成丧失的丈夫 在下面就要抓住自己 罗斯绝望地叫出声来 突然一声枪响 一位身着军装的男子出现 连开树枪将丧失击杀 罗斯跳下来平复了好一会儿 缓缓走到黑人男子身前 张开双臂将他抱住 祈求对方带自己去体育馆 现在他唯一的心念就是找到女儿 可罗斯不知道 眼前的男子并不是什么军人 他的名字叫小黑 数小时前还是个货镇驾驶的杀人犯 被几名军人押送着刚好经过小镇 在这丧失末日下 即使连军人也有些目无法计了 为了找个地方休息 他们强行征用了一间房子 将原主人给赶了出去 小黑始终没有放弃逃跑的希望 趁着其中两个士兵出去找车的功夫 对剩下的一名士兵不停地蛊惑 他知道一个地方藏了一大笔钱 只要对方放过自己 就能一起将钱据为己有 可这名士兵始终不为所动 小黑只好改变策略 谎称自己要小便 在这狭小的空间内 他突然出手将这名军人活活打死 并把对方的军服脱下来穿在自己身上 接着便有了穿着军装的小黑 开枪出手解救罗斯的一幕 小雅是个独具的聋哑人 看到街道上到处都是逃命的人类 心中满是疑惑 这时他看到一辆汽车急迟而过 将一名女子装翻在地 女子的同伴也没有要救他的意思 看了几眼就匆匆离开了 小雅连忙冲上去 想要查看伤势 可随即又被一个热心的亚裔女子拉走了 仿佛这名受伤的女子就犹如瘟神一般 人人静而远之 其实小雅并不知道 整个小镇的人都感染了一种非常可怕的病毒 不管是正常还是非正常死亡 都会变成可怕的丧失 他们的听力和势力都和常人无异 但是老子里只剩下本能的嗜血欲望 驱使着身体捕杀一切活着的生物 街道上时不时传来枪响 亚裔女子带着小雅准备找间房子夺夺 刚打开门就看到这家子被劫持的画面 二人顿时愣住了 小心翼翼地退出屋外 再次开启逃亡之旅 随着丧失末日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人心中道德准神已经摇摇欲坠 这位大神比较幸运 找到一辆车准备开往体育馆找寻亲人 查看地图时 遇到一个长相似稳的男子过来求助 他想搭双风车一起去体育馆 大神一开始是拒绝的 可男子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再三强调自己是个好人 甚至可以对上帝发誓 大神终于被说动 愿意搭他一程 可就在上车的一瞬间 男子翻脸了 大神呵斥让大神下车 忽然一名满脸胡子的大叔跑过来 对着他就是一顿胖揍 大神有些迷茫 不管他们谁输谁赢 自己先上车再说 与此同时 罗斯小黑小雅还有亚裔女子等人 被军人拦截在小镇里 根本出不来 他们很清楚 军方显然是要放弃这个小镇了 留在这里只有等死的份 于是拼着命向前挤 好在军人不敢开枪 亚裔女子第一个冲破封锁 接着罗斯等人也跟着群众冲了出来 亚裔女子跑得飞快 第一个来到大神所在的汽车旁 想都没想就跳了上去 与此同时 胡子书也收拾完了骗车的男子 跳上驾驶室 在其他人赶到前启动车辆离开了 就这样 大神胡子书和亚裔女子 三人很是凑脚的坐在一辆车上 向着他们共同的目的地 体育馆避难中心驶去 罗斯就比较惨了 有假军人小黑 聋哑人小哑 还有一个胖胖的男子叫跑爷 至于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大家看到后面就明白了 罗斯等人看着路上到处都是损毁的车辆 心里叹息不已 好不容易找到一辆完好无损的 可惜已经名花有主 里面坐着一对母女 尤其是母亲一副巨人千里之外的样子 几人只好作罢 一路上 他们时不时就看见信屯者被丧尸扑咬的画面 不过并没有上前帮忙的意思 自己有几斤几两心里都清楚 并不想节外生枝 罗斯对小黑军人的身份深信不疑 不停地建议他联系部队呼叫支援 可全部都被否决后 罗斯心里也有些凉凉的 忽然他们再一次见到之前玩好的车辆 里面的小女孩投来求救的目光 母亲已经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几个陌生的男子 罗斯看着有些担心 但是却爱莫忍住 大婶三人由于有着共同的目的 很快就熟络起来 这名亚裔女子叫做阿杨 来自韩国 她要找的亲人据说也去了体育馆 几人一边查地图 一边朝着目的地开去 很快发现了不对劲 一辆皮卡在一直跟着他们 大婶猜测对方肯定不怀好意 很有可能是过来抢汽油的 胡子书为了甩掉他们 绕到另外一条小路上 谁知同样惹了麻烦 路边不断有人朝车里扔着石头 甚至还有燃烧的汽油瓶 胡子书只好猛踩油门 路上有什么就撞什么 好不容易才将他们甩掉 不过新的麻烦又来了 汽车轮胎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无法加速 胡子书只好停下车 让阿阳下去看看 在得到不抛弃不放弃的承诺后 阿阳迟疑的下车了 四周看了看 发现后轮卡了一辆自行车 这时一只丧尸冲了出来 阿阳装着胆子 拼命扯下自行车 在被丧尸追到前跳了进去 胡子书赶紧开车 可丧尸还是穷追不舍 趴在玻璃上不肯下来 胡子书一会加速 一会刹车 可怎么都不能把它甩下来 丧尸突然打破车窗玻璃 伸出手眼看就要抓住胡子书 终于把丧尸打翻 胡子书趁机一脚刹车 丧尸也跟着飞了出去 接着又猛踩油门将丧尸装飞 胡子书几人还是第一次离丧尸这么近 个个都心有余悸 众人还来不及松口气 随即发现之前的皮卡车再次跟了上来 这次显然更加明目张胆了 逮住机会就撞了上来 胡子书也不是擅长 招呼阿阳系好安全带 猛的一脚油门和对方玩起了碰碰车 一边撞还一边和对方互骂 根本估不上前方的路况 一个不留神 一面撞上了横在马路中间的大货车 过了好一会儿 阿阳悠悠醒来 他和胡子书都吸了安全带 并无大碍 可大婶直接被甩飞出去 眼看就要试变 阿阳叫上胡子书飞快跳下车 朝远方跑去 与此同时 遭受同样变故的皮卡车上 也跳下来三位幸存者 他们在丧尸的追赶中 和胡子书一起逃进了一家餐馆中 将虎实淡淡的丧尸关在了外面 好了 以上是黑下第一季的一二级内容 这个男人不停地打量这街道 四周空空如夜 一个人影都没有 他敲遍所有房屋 同样也是无人应答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他想要离开 看着遍地的汽车 可一辆能开的都没有 男人忽然看见 一只迈着小碎步的狗狗一面跑来 他下意识地上前打招呼 可对方只是朝他望了望 便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男人忍不住鼻子一酸 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 继续朝着未知的远方前行 这就是丧失末日的世界 不但要忍受永无止境的孤独寂寞 还得应对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 就在前不久 这个叫做跑爷的男人 和新认识的伙伴罗斯一行人 好不容易穿过封锁线 一路前行准备前往避难中心体育馆 中途经过一处废弃学校 看到里面有个戴帽子的幸存者 虽然对方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但罗斯几人一合计 决定还是在这里留宿一晚 让众人疑惑的是 教学楼的大门并没有关死 像是特意为他们准备的一般 几人小心翼翼在大厅转了一圈 一个人影都没发现 不过有用的物资也少得可怜 确认安全后 大家都暗暗松了一口气 跑爷身心乐观 还和小雅玩起了大鼓 小黑立马上前将他呵斥了一番 几人现在已经疲惫到几点 很快就开始原地休息 可还没过多久 楼上突然传来响声 这必须得去探索一番 不然睡得不踏实 几人顺着过道 小心翼翼注射着前方 忽然发现在拐角尽头 一个小男孩的身影一闪而逝 小黑有些犹豫要不要去追 可小雅不由分说 立刻冲了上去 几人只好跟过去 可找了好久 也没再发现小男孩的身影 小黑觉得很诡异 建议大家尽快离开这里 可小雅觉得对方是个孩子 得需要有人照顾才行 突然小男孩再次出现 接着又消失了 跑爷爷也觉得 得帮忙这个可怜的孩子 可小黑认为他就是个幼儿 肯定还有其他人 眼看小雅就要脱离队伍 自己去找小男孩了 罗斯提出方案 几人分成两队 分别顺着一楼和阿楼过道 再搜一遍 如果还没找到男孩 那就直接离开这里 罗斯和小雅一组 顺着走廊来到位于尽头的卫生间 顿时传来一股难闻的恶臭 罗斯走上前去 居然看到满地的尸体 小雅吓得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罗斯赶紧追上去 在一间教室中 他忽然被不远处的求救声吸引 罗斯听出是小女孩的声音 瞬间响起自己失散的女儿 不由得有些心酸 他顺着声音慢慢摸索 再次来到卫生间 打开门一看 居然是个录音机 罗斯发现自己被耍 想要再回去时 发现厕所大门也被锁了起来 罗斯气得拥脚猛踹房门 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小黑和跑爷这一组也不顺利 他们搜了一圈没有任何收获 小黑像是想起什么 快速回到刚刚休息的地方 发现他们的行李都不见了 小黑发现不妙 想要赶紧离开这里 可刚刚进来的大门也被人锁住了 他们只好转头去找钥匙 可这一切就像是一个谋划已久的陷阱 值班时的钥匙早就被人取走 跑爷比较心大 不小心踩中一处电线陷阱 当场就被击晕过去 整个人摔进一处隔间中 恰好将房间锁死 小黑无法开门 只好朝外走去 他此时也听到了诱骗罗斯的喊叫声 顺着声音来到厕所门口 踢开抵住大门的木条 将罗斯救了出来 二人会合后没有立即跑路 因为罗斯还想着要找到其他小伙伴 末日下能遇到这样的队友已经很难得了 很快他们就遇到了这里的真正主人 一群说大不大的孩子 而小雅已经被他们挟持了 原来刚刚小雅独自一人跑路时 在过道中再次被小男孩吸引 等他回过神来 后路已经被一群孩子持枪堵住 他只好乖乖就擒 这群孩子原本就是学校里的学生 丧失爆发后将这里当成据点 靠着搜刮不断送上门的幸存者 不断武装壮大自己 现在这群孩子想用小雅做人质 交换小黑手中的武器 小黑自然不同意 可罗斯立马上前安抚 接过小黑手中的枪 对着孩子们表示 一手交枪一手交人 对方也点头答应了 但前提是小雅不能乱动 随后便让人摘下头套 可小雅根本听不清他们的谈话 见头套被摘不由分说就往前走 身后的小孩尖撞 立即开枪将小雅打死 接着立刻转身跑得不见人影 罗斯还想看看小雅情况 立刻被小黑拉着 朝着相反方向跑去 只见小雅瞬间就变成丧尸 大不留心地追了上来 小黑并不是真的军人出身 枪法确实不怎么样 连射几枪也没有打中头部 在一间教室里 和丧尸玩起了猫猪老鼠游戏 孩子们在窗外看得异常兴奋 不停地拍掌叫好 小黑二人和丧尸盘旋了好几圈 子弹也被射光了 他们最终被逼到走廊尽头 眼看丧尸就要扑来 忽然房门被打开 原来是猫子男及时出现救下他们 在他的带领下 再次将大门留下一条缝 像是等待着下一批幸存者的到来 可怜的跑爷终于从昏迷中悠悠醒来 他并不知道伙伴们已经死得死逃得逃 跑爷有些茫然地穿过走廊 来到学校图书馆 四周安静地可怕 他不得不找些事情做 来消除孤独和恐惧 可书里的字他一个都看不进去 最终还是忍不住全身颤抖起来 如果这时候有个被子该有多好 也不知过了多久 跑爷终于贫富了一些 开始四处摸索出口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爬梯 于是快速爬上去 来到教学楼楼顶 一架战斗机从头顶掠过 跑爷吓得腿都软了 可求生的欲望不停地督促他 得想办法下去才行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跑爷顺着排水管 一层一层地朝下翻爬 终于成功落到地面 可他还来不及松口气 就看到之前的伙伴小雅 被人从顶楼推下 跑爷见状立刻转身逃跑 因为他知道 同伴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丧失 跑爷凭着干练无比的小碎步 终于甩开丧失一段距离 接着快速翻越一个木栅栏 想要彻底摆脱他 想不到计划失败 跑爷只好继续开启逃亡之路 他穿过房屋 又能够摸到的一切 阻碍丧失前行的步伐 接着又从另一扇门中跑出来 终于算是摆脱了丧失的追击 仿佛是柳暗花明一般 跑爷无意间来到一家便利店 这让他的心情瞬间好了不少 毕竟购物是排油解罚的不二选择 况且这还是一次不用付账的购物 跑爷很快就挑了不少食物和水 就在他准备拿一些工具防身时 忽然开门的声音响起 跑爷偷偷望去 是一只丧失闯了进来 他连食物也顾不上了 再次迈开可爱的小端腿 开始狂奔起来 丧失则在后面穷追不舍 就如同卖家见到想要赖账的买家一般 跑爷很快来到一处停车场 他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集中甚至爬上了一辆销车的车顶 丧失没有攀趴技能 只能在下面不停地跑下 且毫无办法 跑爷终于可以松口气 躺在车上一动不动 也许他是真的累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四周已经没了动静 他探出脑袋朝两边望了望 那只丧失不见了 跑爷很谨慎 他再次朝着车尾位置看去 发现丧失正在原地发着呆 他不想错过机会 悄悄转过身爬到车头位置 挪动着肥胖又不时敏捷的身体 朝下爬去 这次有了提示 丧失也从车的位置爬到车顶 跑爷只好纵身一跃 跳进另一辆敞篷校车中 眼看丧失又要追过来 跑爷顾不得伤痛 匆匆钻出了校车 再次开启了逃亡之路 这次他留了个心眼 跑进一间仓库之后 知道将进来的大门堵死 可这里的入口不止一处 这只丧失还是进来了 跑爷只能捏手捏脚 藏进旁边的一处杂物间 可这房间尽头的大门被锁死 他只能拿起门旁的斧子 准备拼死一搏 跑爷悄悄来到大厅中 准备绕到丧失身后 来个突然袭击 可最后关头还是怂了 跑爷只能再次跑路 这次比较幸运 远远看到一位路人 他大声喊着救命 可对方就像是没听见一般 跑爷只好跑进身旁的一家超市 躲拉起来 就当丧失要靠近他时 那位路人突然闯了进来 引开丧失 借着迅速出手将他给解决掉了 不过路人也被丧失咬了一口 跑爷看到后 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抄起身旁一个铁质的烟灰缸 也许人类只有在面对自己的同类时 心中好勇煽斗的欲望 才会得到彻底激发 与之相矛盾的是 当人类孤独寂寞时 需要的恰恰也是同类的陪伴 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 好了 以上就是黑下第一季的三四集内容 丧失末日下 最重要的生存物资是什么 不是水也不是食物 而是一把衬手的武器 如果没有它 即使你有再多的水和食物 也活不到吃完的那一天 这个生存小队深知这一点 队员们会合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抢武器 因为他们早就吃够了 没有武器的苦 小队成员阿阳和胡子书 在之前的车祸中 侥幸存活了下来 被丧失逼到一家餐厅中 苦于没有武器 只能缩在这个几平方大小的地方 连一米远的距离都跑不出去 和他们一起的 还有从皮卡车里 逃出来的另外三个幸存者 卡门和他的老公小曼 还有一个混混小皮 他们一共五人 被外面两具丧失困住 心里自然是憋屈无比 两帮人之前发生了不小的冲突 连车子都全部损毁 现在谁看谁都不顺眼 不过同在一个五眼下 上两个逃出去的办法 才是正解 小皮的花花肠子很多 心中像是有了主意 单独将胡子书约到厨房中 原来他想要和 看上去比较强壮的 胡子书结盟 认为其他三人都是弱者 在这肉弱强食的世界 根本活不长 不过胡子书 只是一言不发地望着他 并没有明确表态 阿阳心中盈盈有些不安 十分害怕自己被抛弃 或者算计 卡门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 主动过来和阿阳搭讪 卡门夫妻似乎非常了解 外界的信息 他们知道 要到达体育馆避难所 必须穿过整座城市 想完成这个目标 得到前哨站 获得足够多的武器才行 不过现在几人 最重要的事情 便是先摆脱外面的 两具丧食才行 待小皮和胡子书出来后 几人很快制定了一套行动方案 只见胡子书几人 各自在厨房收集着 衬手武器 接着在门口站好 紧身家的阿阳 哪里都没去 只是打开餐厅窗帘 用手不断拍打着玻璃 发出的声响 很快就把外面的 两具丧尸引来 在门口等候多时的 胡子书几人 立刻冲了上去 可这丧尸的战斗力 比想象中的强太多了 阿阳发现不对 飞快跑到门口 将落败而归的 四人给接了进来 第一次逃亡计划失败了 几人难免有些垂头丧气 卡门更是有些愤怒 斥责小皮出功不出力 连丧尸身边都没靠近 这一下像是捅了马蜂窝 大家全都互相指责起来 等大家都吵累了 小皮突然提出 如果有能够填饱 丧尸肚子的东西 吸引注意力 这样就能顺利逃脱了 其他人顿时一脸疑惑 能填饱丧尸肚子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小皮也没答话 只是将卡门夫妻 叫到厨房 开始密谋起什么来 胡子书和阿阳瞬间感觉被孤立 甚至猜到所谓的丧尸食物 可能就是自己了 这时小皮和卡门夫妻 气势汹汹地出来了 小皮叫上胡子书 建议大家一起联手 把阿阳认到外面为丧尸 这样才有逃出去的机会 胡子书听完后 立刻坚定地拒绝了 小皮不停地蛊惑 只要牺牲阿阳一人 大家就能到达体育场 见到家人了 胡子书还是坚持之前的决定 果断转身 不想再和他们讨论下去了 眼见对方一言不合就想用墙 胡子书也是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随时准备生死搏杀 小皮三人同时也做好了 拼死相搏的架势 忽然胡子书看到 小皮裸露的手臂上有个抓痕 猜测这是丧尸留下的伤口 小皮很紧张 连忙解释是在门上擦伤的 他身后的卡门夫妻 也露出狐一的神色 小皮现在的情绪更加亢奋了 现场的气氛紧张到极点 小曼和卡门互相对视一眼之后 忽然举起手中武器 狠狠朝着前方的小皮砸去 阿阳反应很快 赶紧上前追加伤害 接着几人一起上阵 很有默契地将小皮打残 不一会儿 小皮就被他们抬起来 给扔到餐厅外面 果然是越会来世就死得越快 另一边 小队成员罗斯 小黑一行人 虽然成功从学校里逃了出来 但所有的物资都被抢光了 几人忍着饥饿 步履阑珊地朝着目的地进发 罗斯甚至几度出现幻觉 看见自己的女儿就在队伍前方 小黑也是筋疲力尽 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就连最心爱的手枪都顾不上 坐在地上不停地喘着粗气 不过他们终究命不该绝 一家汽车餐厅出现在不远处 几人不由分说便朝着餐厅走去 可走近了才发现 有两具丧尸一直在餐厅门口徘徊 想要进去 必须得除掉丧尸才行 小黑想要上去偷袭 可他实在没有把握 能够射中移动的目标 好不容易等到一只丧尸站定后 才敢摸上去 正准备开枪时 刚好看到胡子书几人扔了一个活人出来 瞬间吸引了丧尸的注意 小黑抓住机会立即上前 一枪解决掉一只丧尸 接着阿阳他们几人也冲了出来 和立江剩下的丧尸解决掉了 至此两帮队员终于成功会合 求生小队顿时壮大许多 他们在餐厅不计一番后 斗志昂阳的准备前往前哨站抢夺武器 求生小队很快就到达目的地 卡门夫妇之前在这里待过 对情况很熟悉 再次交代一番后 大家便分头出发 各自开始执行计划 罗斯和卡门夫妇直接来到前哨站门口 做出一副普通难民的模样 大门很快就被打开 一名保安将他们给迎了进来 经过一番搜身之后 罗斯几人顺利混进了前哨站 原来这里早就开始接纳幸存者 俨然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聚集地 不能算是单纯的前哨站了 可这里并不是慈善机构 想要加入的话 必须得付出一些代价 只见罗斯被保安带到一间幽暗的房间内 这里还坐着其他几位面容交好的女子 罗斯像是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有些不安的坐了下来 保安将罗斯锁在房间后 把卡门夫妇带到另一处房间门口后 就转身离开了 里面传来人们兴奋的叫喊声 应该是个大型酒吧 不过他们并没有进去 而是选择前往另一处幽暗的郭道 原来这里是通往后门的 很快小黑阿阳几人就被接了进来 现在人员到齐 抢枪行动正式开始 小黑阿阳小曼三人一组 只见他们禁止来到楼上的一处小房间外 小黑直接上前干翻了门口的守卫 接着小曼使用开锁神迹 打开了门锁 原来这里就是存放武器的地方 小黑几人见了也不废话 直接上前将背包塞得满满当当 完事后他们并没有原路返回 而是来到另一段的通风管道 阿阳和小曼带着武器背包 干脆利落地爬拉进去 不过小黑并没有跟他们一起走 他还有别的任务 只见他独自一人快速朝着大厅方向走去 另一边 卡门胡子书与阿阳他们分开后也没闲着 只见他俩来到酒吧大厅 丝毫不理会正在狂欢的人们 禁止来到大厅后方的电力室 胡子书借着微弱的光亮 找到电闸开关后 朝着在门口等待的卡门点了点头 待卡门离开 胡子书又等了几分钟 便果断拉下手中电闸 随后不久 门外的酒吧大厅 忽然传来无数民众的惊呼声 以及断断续续的枪声 胡子书并没有前去查看 像是早就撂到一般 静止朝着门后走去 路上时不时遇到被丧尸追赶的普通民众 胡子书却视而不见 静止走到后门 顺利离开了这里 就在胡子书拉下电闸的前后几分钟内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卡门在接到胡子书的点头示意后 他就再次回到酒吧大厅 随便找了个壮汉和他热舞起来 两人打得火热时 灯光突然熄灭 趁着大家嫩神的功夫 卡门抽出一把小刀 干净利索地插进了庄翰脖子 接着便镇定自若地离开了大厅 留下乱成一锅粥的众人 被已经失变的庄翰扑咬 另一边 刚刚送完卡门夫妇到酒吧的保安 再次找到罗斯 准备让他支付进入这里的所谓代价 这时忽然有个虚弱但很坚定的声音传来 居然是许久未见的跑爷 保安被虚弱不堪的跑爷打叫了兴致 准备上前教训他一顿 突然灯光灭了下来 飞快朝着外面走去 此时大厅中已经乱成一片 到处都是丧尸 保安还没跑出去多远就被丧尸淹没 罗斯显然也是早就准备好了逃跑路线 根本没有理会身旁不断求助的民众 兴致从正门逃了出来 在门口等候多时的帽子哥见他们出来 立即点起一把火将大门堵死 这样算是永绝后患了 同一时间 正在后门徘徊的小黑也知道电闸被拉下了 更是加快速度 甩开坠逐的众人和丧尸后 从侧门逃了出来 可阿阳他们的人还没出来 只是听到里面传来惊呼声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 阿阳和小曼在通风管道爬行时 大厅的骚乱已经开始了 忽然底下传来一阵枪声 无数子弹透过管道 阿阳吓得立即蜷缩起来 等枪响结束 逃过一劫的阿阳 发现后面的小曼已经中枪身亡 转眼间 小曼已经变成丧尸 快速朝着阿阳爬去 阿阳吓得一边惨叫 一边拼命顺着管道爬行 就要到达出口时 刚把武器背包扔出去 就被丧尸缠住 好在小黑及时到达 开枪解决掉了丧尸 好了 以上就是黑下第一季 五到六集的全部内容 大家好 我是阿琪 今天继续带来枉费丧尸剧 黑下第一季的七八集内容 同时也是这部剧的大结局 阿阳和小黑成功拿到前哨战的武器 飞快来到事先约定的集合地点 看着满满一背包的枪械 阿人顿时起上没烧 没多久 罗斯等人也完成了 封堵敌人的任务 成功归来 只是卡门有些诧异 没有看到爱人小曼的身影 这时外面传来声响 大家纷纷躲进旁边的隔间 屏住呼吸朝外望去 只见几只丧尸快速跑过 不过很快就被突然出现了两名军人击毙 小黑他们也被军人发现 于是不再躲藏 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 军人表示 自己知道一条直达体育馆避难所的安道 可以带大家一同前往 幸存者们对军队往往有种天然的信任 罗斯几人不宜由他 点头答应和他们一起同行 一群人好好当当顺着地下室前行 很快来到一处地下餐厅 军人建议在原地休息一晚 凌晨时分继续赶路 明天上午就能到达目的地 他们似乎知道很多内部消息 告诉大家政府已经出动空军 清理整个区域的丧失了 避难所预计在18小时后开始第一批撤离 把幸存者们带到荒芜人烟的地方安居 众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难免有些激动 唯独卡门蹲在一旁不停地哭泣 因为他从阿阳口中得知了自己老公的死讯 两名军人似乎对小黑很感兴趣 不停追问他来自哪个部队 其他队友之类的事情 不过都被小黑这个假军人 面不改色地搪塞过去了 很快众人抵不住疲惫 都沉沉睡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罗斯突然从梦中惊醒 他左右看了看 发现两名军人和小黑都消失了 他隐隐听到不远处的郭道传来声响 连忙举枪摸索过去 走近时才发现 原来是一具被箱子压住 无法动弹的丧失 罗斯没有理会他 继续朝着郭道深处走去 远远的 罗斯看见小黑被两名军人靠着 不知道要去哪里 连忙跑上去询问 军人头也没回 严肃地说道 小黑是个危险人物 现在要带他去个安全的地方 原来他们已经认出了 小黑假军人的身份 之前就是他们将杀人犯小黑 押送到小镇上的 罗斯听到这个消息非常诧异 脸上露出震惊的神色 小黑赶紧出声反驳 这两个巨人已经脱离了部队 他们抓自己是为了寻找一笔隐藏的巨款 可他们并不知道 这笔巨款其实只是小黑之前为了逃脱 编造出来的谎言而已 罗斯现在也顾不上谁真谁假了 他只是想了想 到底谁才能带自己去体育馆找女儿 于是很快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罗斯救出小黑后 迅速回到休息的地方和伙伴们会合 对刚刚发生的事情绝口不提 接着求生小队再次出发 前往他们的最肉目的地 体育馆避难所 他们很快穿过地下室 来到体育馆所在的街道 固然一只小狗跑拉过来 跑爷之前见过他 再次相遇性情有些复杂 可让人意外的是 这只狗居然是帽子哥的 他也不和众人打招呼 直接牵着狗独自离开了 也许对帽子哥来说 他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 当然 这个小插曲丝毫没有影响到罗斯一行人 他们很快就到到了体育馆附近 中途赶来的其他幸存者也越来越多 不过还没进去 就有零星的丧尸跑出来袭击幸存者 虽然很快就被众人消灭 但也让罗斯心里有些微凉 忽然一个被丧尸袭击的幸存者 胡乱开枪 居然射中了不远处的卡门 众人很快发现了他的异常 几乎就在一瞬间 昔日的战友变成丧尸 朝着众人扑去 现场立即骚乱起来 眼看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丧尸 所有幸存者都举起枪 开始自威反击 罗斯小队很快就被混乱的人群冲散 小黑阿阳和跑爷一起 边打边退 转眼来到一处广场 这里俨然成了乱斗大战场 到处都是嗜血残暴的丧尸 和举枪乱射的幸存者 跑爷的子弹没多久就打光了 只能施展自己的特长 开始跑跑跑 也顾不上什么队友不对友了 阿阳和小黑在一起 虽然有枪在手 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混乱的场面 整个人吓得有些魂不守舍 射击丧尸时 不小心打中了一个路人 这时空中的战斗机 投下一颗高爆导弹 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搀扶他朝着龙屋中跑去 罗斯此时正和胡自书一组 他们不停地朝着体育馆中心前行 胡自书的脚不小心受伤 跑起路来很势不便 非常吃力地跟在罗斯后面 替他清扫来自后方的威胁 导弹爆炸时 恰好也离他所在的位置不远 胡自书整个人都被震得瘫倒在地 还好罗斯没有忘记他 吃力地将他搀扶起来继续前行 唯独可怜的跑爷没有队友照应 被丧尸追得到处乱窜 好不容易看到一把枪 还被路人先一步抢走 这时又有一群丧尸追了过来 跑爷只好再次迈开可爱的小端腿 开车跑路 就在他要被追上时 恰好遇到高爆导弹爆炸 跑爷顿时就被震得倒地不起 好在追击的丧尸也受到影响 没再跟来 等他好不容易清醒些 颤颤巍巍站起来时 远远看到又是一群丧尸朝着自己跑来 一场新的追逐战再次开启 也不知道跑爷接下来的命运会怎样 剩下了小黑和罗斯两帮人 终于在体育馆入口走栏会合 不过这里的情况更加不妙 前方处处都是幸存者和丧尸的战场 后方又有源源不断的丧尸尾随 几人一边射杀丧尸 一边艰难前行 小黑主动担当断后的角色 可丧尸以极快的速度越距越多 他不得不赶紧向前跑去 没多长时间就追上了罗斯等人 胡子书的双脚受伤太重 现在已经无法独自行走 眼看后面的丧尸就要追来 罗斯咬了咬牙 居然举起手枪 将胡子书直接射死 几人来不及感慨 飞快朝着前方跑去 好在不远处有一扇铁门 他们通过后迅速将铁门锁死 终于将潮水般的丧尸 堵在了过道另一端 几人总算来到体育馆内部 可这里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四周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 哪里是避难所该有的样子 几人在体育馆转了一圈 最后怀着忐忑的心情 这时观众席的一个入口 突然走出来一个身影 罗斯三人谨慎地举起枪 可对方明显没有恶意 众人也跟着放下了枪 紧接着那名幸存者身后入口处 不然又冒出一个小女孩 罗斯有些不可置信地望去 只见那名女孩 快速朝着罗斯三人跑来 应该就是罗斯女儿了 好了 以上就是黑夏第一季的七八集内容 也就是这一季的大结局 2021年网飞新出品的丧尸剧 《黑夏》第二季来了 丧尸病毒持续蔓延四个月 所有幸存者不得不隐蔽在穷山恶水之中 无单要躲避随时随地出现的丧尸 彼此之间还得抢夺空投下来的物资 幸存者丧尸大乱斗 真人版绝地求生震撼来袭 荒芜的公路旁 一个胖子正在往车里灌汽油 突然一具丧尸从远方跑了过来 胖子赶紧扔掉汽油慌忙上车 一路上全部都是四处散乱的垃圾 还有求助的路人 胖子没有理会继续前行 忽然一脚刹车 他被一名女子拦住了去路 对方声称自己是个孕妇 想要搭他的顺风车 胖子有余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让女子上车 谁知他一上来就打开主架的门锁 男子将胖子尸体扔下去后 赶紧启动车辆 慌乱中不小心撞到什么东西 车子也抛锚了 他们只好汽车跑路 回头望了望 发现之前凉透的胖子再次站起身 犹如巨型坦克一般飞快朝这边跑来 由于这部剧是第二季 虽然故事情节和第一季完全没关系 但是设定得科普一下 这里所有的人类都感染了一种未知病毒 平常没事 但只要一死亡就立马变成丧尸 只有抱头才能将人类或者丧尸真正杀死 现在没被感染的人类已经所剩不多 所有道德和法律体系已经崩塌 一切只为了让自己活下来 丧尸的战斗力很强 跑得快 力气又大 最终这位男子还是惨死 假装孕妇的女子侥幸逃走 两名劫匪正在超市里装着物资 忽然听到外面有个小女孩在喊救命 其中一人打开门将她放了进来 这个女孩也不到声谢 禁止走到超市后门打开了门锁 三名等候多时的成年人悄悄走进超市 举起枪来非常强势地将两名劫匪赶走 这几个人就是第一季故事的主角 主要讲述母亲罗斯和一群人结伴 千里迢迢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失散的女儿安娜 最后活着的除了罗斯母女 也只有亚裔女子阿杨和假军人小黑了 罗斯四人很快将食物装满了背包 刚出超市就听到枪声 皮卡车就冲了过来 小黑带着阿杨赶紧躲进一间小木屋内 几名持枪的大汉跟进来四处搜索 在这丧失末日下 活着的人在其他人眼中 仅仅只是移动的物资而已 好在小黑二人福大命大 在他们眼皮子底下逃了出去 罗斯母女则都藏在飞汽车厢中 就要被发现时 敌人突然被一阵枪声引走 罗斯母女同样幸运地逃脱 快速和阿杨会合后 发现小黑已经中枪倒地 原来刚刚就是她引起的枪声 罗斯觉得小黑会拖慢大家速度 依然抛下她 带着女儿朝郊外逃去 阿杨还算比较厚道 眼见敌人已经开车追来 她猛地将小黑推到坡下 而自己则被对方抓住 带上了车 这群武装分子的领头者名叫大雷 她之前是个警察 丧失病毒爆发时 凭借充沛的物资侥幸活了下来 可她的几个孩子和妻子 却变成了丧失 前几天还在一起 说说笑笑的亲人 现在却成了要自己命的怪兽 大雷狠下心来 小黑也酸病大 历经种种变故 仍然没有失去姓名 只见他再次坚强地站起身 晃晃悠悠朝着郊外走去 因为城镇里到处都是丧失 对于伤者来说 一天估计都坚持不下去 他此时也比较迷茫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忽然远远地看到一名扯枪男子 朝着自己走来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小黑立马起身朝着远方继续前行 忽然脚一滑 整个人落下了山坡 小黑发现这里躺着好几具 已经冻僵的尸体 即使已经失变也无法动弹 小黑双手赤裸在外面动得不行 壮着胆子摘下了丧失手上的手套 给自己戴着 忽然看到远方那名持枪男子 还在远远望着自己 小黑不得不迈开步伐 再次开启了艰难之旅 罗斯姆女则比较幸运 他们顶着严寒在郊区一路向西 没走多久居然发现了一栋华丽的别墅 可惜在门口有一只丧失在徘徊 由于距离比较远 罗斯开了一枪没打中 反而引起了丧失的注意 罗斯姆女赶紧向后方撤退 将丧失引开了别墅 他们绕个圈将丧失甩到后方 拼命朝着别墅跑去 艾纳在门口大喊着救命 眼看丧失就要追上来 终于大门被打开 罗斯姆女闪电般逃进了别墅 艾纳终于松了口气 可随即发现这栋别墅里的人有些古怪 原来这些人是分成两派的 一边是别墅的原主人阿迪一家 另一边是被他们好心收留的老妇人和两个儿子 不过老妇人一家并没有感激 甚至有些纠战雀巢的意思 罗斯姆女冷冷看着两拨人互相挖苦 也没有要掺和的意思 恶毒的老妇人一个劲地指责阿迪去外面寻找物资 因为阿迪妻子恰好认识军方的飞行员 之前已经通过无线电 请求对方开飞机空投了一箱物资 阿迪懊不过满目奖礼的老妇人一家 只好答应下来 可要求携带帮手时 且被老妇人一口拒绝了 罗斯姆女也在一旁打着扑克 一副势不关己的模样 阿迪没办法和妻子申请道别后 一个人走出了别墅 恰好之前那只丧尸也冲了过来 阿迪像是早有准备 冲到仓库里来了个声东击西 轻松甩开丧尸 开着摩托艇朝着远方进发 可他并不知道这一去算是彻底踏上了不归路 阿迪刚走进树林时 就被大雷一伙人抓住 他为了能够活着回去见妻子 把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大雷听完后精神一震 又是空头物资 又是郊外的豪华别墅 全部都是他急需的存在 阿迪此时也同样被他们绑在树上 大雷还想从他口中得到一些有用消息 最终什么都没得到 但是他也没失望 认为这个大活人还有别的用处 就在这时 另一帮武装的幸存者们悄悄潜了过来 他们同样也是一帮亡命徒 只是实力有限 并不敢像大雷一样勉强 而是靠一些坑蒙拐骗的手段 获得物资和吸取人手 影片开头骗人的假孕妇也在其中 上一次通过收音机 传播有空头物资的消息 将两个开着皮卡车的男子 给骗到埋伏圈中 终于获得了一辆逮捕工具 接着又引入了几名持枪的幸存者 实力大增 这次才将主意打到了大雷一行人的头上 两拨人一见面就开启了一场大乱斗 一队是全副武装的民兵 一队是装备简陋的平民 本来是一面倒的战斗 可死去的人立马变成丧尸 再次爬起来战斗 场面顿时变得混乱不堪 刚刚还是战友 下一刻就变成丧尸朝自己扑来 这是小红加入骗子集团以来 第一次参加战斗 他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比他还要悲剧的就属阿阳啊 现在还绑在树上呢 耳边时不时飞来几颗子弹 更倒霉的是 眼看一具丧尸爬过来 想跑都跑不了 好在大雷骑士开枪 算是救了他一命 可不远处的阿迪则没这么幸运 被榴弹射中了胸膛 大雷见识不妙 解开阿阳手上的绳索 带着他连忙招呼手下撤退 固然一架飞机从空中飞过 战场就像按下暂停键一般 所有人都仰头望着天空 大雷最先回顾神雷 连忙把阿阳带上摩托艇 飞快朝着别处方向开去 眼看就要到达时 摩托艇被后方的子弹射中 机车人被摔得人扬马翻 而倒霉的阿迪还留在战场上 他此前中了一枪 现在已经奄奄一息 骗子团伙的假孕妇 最先发现了阿迪 为了能够喝一口水活命 他再次把飞机空头 和豪华别墅的事 全排说了出来 这消息同样让骗子团伙 兴奋不已 可惜阿迪还没来得及喝口水 就已经丧命 变成了恐怖丧失 光荣地完成了使命 好了 以上是黑夏第二季 第一二集内容 大家好 我是阿琪 今天继续带来2021年 枉费丧失新剧 黑夏第二季的三四集内容 刚刚经历了丛宁作战的大雷 再次召集其手下 这次的目标 是抢夺不远处的大别墅 这可是在荒天雪地里 绝佳的栖息场所 临走时 还不忘带上 刚刚苏醒过来的俘虏阿杨 他们此前经历了一次空空大半程 好在都侥幸活了下来 大雷一行人 剪掉外围的栅栏 此时已经离别墅非常近了 这只出境过好多次的丧尸 总算踢到铁板 光荣地领了盒饭 大雷一直留着阿杨的性命 不停地挥舞着 大雷想借此来吸引别墅内 防守人员的注意 到时候来个声东击西 此时 别墅中的罗斯等人看得真切 感觉就要大获临头 将所有子弹都装在身上 主妇女儿安娜到阿罗守着 无论如何都别下来 自己则和老大待在一楼 现在整栋别墅 就只剩下他们三个人 想要守住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之所以轮到这个地步 其实和罗斯有很大关系 要知道 昨天别墅里还有将近十个人呢 短短一天过去 怎么就只剩下三个人呢 原因得从前一天说起 别墅的主人阿迪 外出找寻空头物资后 就一直没有回来 剩下的人并不知道 他其实已经死在了 丛林大作战中 大家还在翘首以盼地 等着他满载而归呢 到了晚上 老二坐不住了 甚至有些心虚 担心阿迪这么久没回来 是不是去帮救兵 准备对付自己了 忽然楼上传来 对讲机的吵杂声 阿迪妻子赶紧上楼 打开对讲机 拼命呼叫对方 可这次仍然没有接通 不翼而飞 他很是疑惑 到底被谁拉揍了 此时壁炉里的伙事 小了许多 老妇人想要安排 罗斯两人 到外面的柴房 取些木柴 罗斯满脸冷军地拒绝了 现在出门是不可能的 大不了鱼死网破 老妇人是个欺软怕硬的主 最后没办法 只好安排自己的大儿子 出去取木柴 老大非常听话 阿话不说就推门而出 非常顺利地 跑到柴房中 取了一些木柴 可回去时 不小心摔了一跤 木柴散落一地 他瞎得木柴也估不上 就朝别墅跑去 可老二知道 他手上没木柴 硬是不给他开门 老大没办法 只好再跑回去取 就在这时 一只丧尸跑了过来 老大也估不上木柴的事了 跑到最近的一个树下 拼命朝上爬去 眼看着老大这么久没动静 老二也开始焦虑起来 在想到一直未归的阿迪 老二异常暴躁地 催促阿迪妻子 再去试试 能不能联系上飞行员 过了一会儿 楼上又传来动静 老二飞快上楼 发现阿迪妻子 正在用无线电说着什么 他大声斥责对方 是不是有所隐瞒 阿迪妻子也是受够他了 想要掏出桌子里的枪 随着老二反应更快 先一步开枪将他打死 没过多久 阿迪妻子变成丧尸 再次站了起来 老二坚壮飞快 朝着楼下逃去 大厅顿时混乱一片 忽然一声枪响 罗斯及时出手 将丧尸解决 老妇人和他儿子 时不时警惕地打量着罗斯 想不到他这么强悍 罗斯也感受到了 他们不友善的目光 和女儿安娜通过扑克 传递着信息 应该是要大开杀戒了 没过多久 老妇人发现 谨慎的口粮不见了 在大厅中 大呼呼小叫起来 罗斯的母女配合默契 一枪一个 将老妇人和他儿子干掉了 现在他俩成了 别墅真正的主人 可他们并不知道 别墅里还藏着第三个人 之前丢失的斧头和口粮 就是他的杰作 转眼天空已经大亮 被丧尸逼到树上的老大悠悠醒来 一架飞机从空中掠过 不过他哪里还哭得上这个 先回到别墅邀紧 好在树下的丧尸 转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老大赶紧爬下来 捡起木材 大不留心跑到别墅门口 拼命敲门 总算在丧尸赶到前 逃了进去 给他开门的是罗斯 现在他才是别墅的主人 昨天一大家子 已经死得死 灭得灭 老大苦苦哀求 只要不敢自己出去 做什么都行 罗斯想了想 现在确实需要一个苦力 房间的尸体还得处理呢 老大看着躺在地上的家人尸体 心里十分难受 但也不敢发作 只是呆滞的往壁炉里添着木材 罗斯看他一副身无所恋的模样 出声解释道 这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怨不得别人 老大身性软弱 现在除了接受 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罗斯经过几个月的成长 也变得杀法果断的多 看到门外有一个人被丧尸追着 就要跑进别墅 不断将枪口伸出了门外 这名男子被好友变成的丧尸追赶了一路 从城镇一直逃到这里 当他看到眼前的别墅时 心想终于看到希望 加快速度越过栅栏 丧尸则被钢丝卡住 动弹不得 突然一声枪响 丧尸瞬间逼命 男子兴奋的大喊起来 谁知道又是一声枪响 男子也中枪倒地 可怜罗斯好不容易占据了一栋大别墅 可还没住满一天呢 已经被大雷的人包围 他们在外面喊话 让别墅里的人丢掉武器投降 这样还能保住性命 就要开始倒数时 忽然枪声大作 别墅里的家具被射得砰砰作响 等枪声好不容易平息 罗斯探着老代观望 原来大雷一伙人 在外面遭受到了骗子团伙的袭击 转过头又看到老大不小心中枪 坐在角落里奄奄一息 这罗斯也够狠的 嘴上说着要带他一起跑路 转手就把他扔到地下室 关上了大门 别墅外的骗子团伙和大雷一帮人越打越凶 他们此前在丛林中的一战没分出胜负 心里就跟憋着一把伙似的 骗子团伙的人都很会钻空子 其中一个帽子男兜兜转转 居然发现一个郭道 直通别墅的地下室 不过他也够倒霉的 恰好遇到了已经变成丧尸的老大 猝不及防之下 被他咬得满脸是伤 虽然最终将丧尸打死 但自己的伤势也即将发作 变成丧尸 只能举起手枪自杀 外面的两帮人打得拦截拦分 可怜阿阳只能躲在树后瑟瑟发抖 好在阿雷一伙人也不恋战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进入别墅 阿阳被他们拉着 从一扇落地窗中成功闯进了别墅内部 可进去后才发现 骗子团伙也进来不少人 只好先将阿阳拴在楼梯扶手上 接着史上最混乱的战斗又开始了 只要不是爆头 动枪倒地的人 立马变成丧尸 弹起来继续战斗 这仗打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不过最悲催的还要耍阿阳了 突然一个死去的人变成丧尸爬过来 他用尽全身力气掰断了扶手 飞快跑进房间 东躲躲西藏藏 可现在到处都在开枪杀人 哪里都说不上安全 眼看这次不小心被士兵发现 对方真要开枪时 忽然被小红一枪射死 可阿阳还来不及道谢 就看到他被一具丧尸扑倒 阿阳鼓足勇气冲上去缠住丧尸 和小红一起默契地完成击杀 正在阿罗的安娜 看到外面这么多人 也不分谁是谁的人 开枪就射 这时母亲罗斯突然跑上来 带着他赶紧躲起来 因为已经有大帮人闯进了别墅 好在上到二楼的人不多 罗斯母女见到洛丹了就开枪射击 遇到打不过的就赶紧躲起来 占尽了主场优势 当他们再次躲在浴缸中时 之前一直躲藏在别墅里的神秘人 突然出现了 罗斯暗话不说就要开枪射击 大雷的两个手下 也突然出现在浴室门口 场面顿时一片死寂 好在别墅外传来的飞机轰鸣声 打破了沉默 其中一人甩了甩头就匆匆离开了 并没有对神秘人出手 此时正在一楼的阿阳 看见空中的飞机 再次投下一箱物资 真真的有些出神 想不到冤家大雷也冒了出来 阿阳有些崩溃 终究没能逃出他的魔爪 连带着小红也跟着他们一起 朝着空头的方向走去 正在二楼的神秘人 发现罗斯没有放过自己的意思 突然跪下来坦白了一切 前往飞机场的路 甚至还认识飞行员 只是一个人不敢独自前往 罗斯也知道空头飞机的事 对他说的话顿时信了几分 现在别墅里所有的闯入者 已经追着空头去了 罗斯姆里决定不再停留 朝着飞机场所在的位置出发 好了 以上就是黑夏第二季的 三四集全部内容 大家好 我是阿琪 今天继续带来 黑夏第二季的五到六集内容 一个及时的空头 适时终止了别墅里的大混战 骗子团伙的首领萨姆 带着谨慎的几名手下 顺着空头的方向来到树林深处 一路上他们饥寒交迫 只能靠鸡血冲击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传说中的空头终于出现在眼前 萨姆几人很激动 连忙上前开箱 就在这时 一名持枪的男子出现 萨姆几人已经弹尽粮绝 现在只能束手就擒 好在这名男子并不算坏 没有独自占有空头的意思 示意他们继续开箱 到时候几人可以平分物资 里面的东西很全 有医疗用品还有食物 都是现在急需的 持枪男子看到这些东西 建议把整箱物资带到山外去 抛下一点就是浪费 萨姆觉得有道理 于是几人开始合力推起箱子来 要知道这可是在山中 箱子的分量也不轻 几人推起来非常吃力 就在翻越一处小高坡时 遇到了麻烦 两名女子在最前面 拉着箱子上端的绳子 萨姆在中间 将下端的绳子拴在身上 犹如公牛拉车一般 持枪男和一个小弟 则在后面用力推着箱子 可即使摆出这样的阵仗 箱子还是卡在了半山腰 就在这时 贾孕妇又开始使坏 只见他朝着另一名同伴点点头 两人忽然同时松开手中绳索 箱子顿时就要朝下翻滚 萨姆见识不妙 快速割断 吸在身上的绳索 巨大的木箱瞬间脱离 带着后面的两个人 一起翻下了山坡 死里逃生的萨姆 有些惊魂未定 不可置信地看着 落荒而逃的两名女子 而持枪兰可倒了大霉 全身都是伤口 连腿都压断了 可他求生意志无比强烈 减了一些散乱的药物 就要艰难地朝着远方爬去 可最终还是有些脱力 雪上加霜的是 另外一个倒霉蛋 已经变成丧尸 朝着他爬拉过来 比起他们一帮人来说 大雷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虽然经过别墅一战 他的手下们也是死的死 散的散 现在只剩下四人 但是他在山脚下 就发现了一个空头箱子 唯一有些美中不足的就是 箱子还没开呢 就和骗子团伙中的 几个残余分子撞个阵招 双方都警惕地打量对方 谁也不敢开枪 可也不会认怂 大胡子表示 他们也要得到一份 大雷叫纵惯了 看到箱子里都是武器枪械 表示他们要一份可以 但是得让自己挑过一遍才行 大胡子知道 对方非常生猛 也不敢轻举妄动 大雷和手下们 这才专心致志地整理起武器来 大胡子眼见时机成熟 快步走上前去 开箱将大雷的一名手下抱头 均衡的实力差距终于被打破 双方剑拔卤张起来 善良的阿阳见了 连忙站在两帮人中间 表示这些东西可以平分 不要再杀戮了 这时不远处跑来两具丧尸 大雷很淡定 直接无视了 可大胡子一帮人有些沉不住气 只好掉转枪口啪啪几松干掉丧尸 不过切将背后留给了大雷 顿时落下下风 眼看情况越来越危急 阿阳再次站出身来打圆场 将一个装满武器的背包 递给大胡子 让他们赶紧走 大胡子没办法 只好大骂几身后 匆匆离开了 大雷看着自作主张的阿阳 并没有生他的气 反而将捆在他手上的铁丝打开 算是彻底认同了他 现在他们不计也得到了 下一站就是最终目的地 飞机场了 另一边 同样在赶往飞机场的 罗斯母女也遇到了麻烦 之前吹得天花乱坠 知晓飞机场位置的不急 现在切在树林中迷路了 眼看天色降暗 得在林子中过一夜才行 这时候不急还大言不惨 表示附近有一个 可以用来栖身的小木屋 但同样也是转了半天 连影子都找不到 罗斯脸上阴沉的 可以滴出水来 荒天雪地里 要是找不到木屋过夜 几人的下场就是个死 不急也有些崩溃 眼看天都快黑了 现在他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就别说找小木屋了 罗斯现在也有些绝望 确信不急就是个大骗子 他看了一眼女儿安娜 默默掏出手枪 逼着骗子朝着安娜 看不见的地方走去 不急知道 对方是要解决自己 吓得全身颤抖 但是又不敢违背他的意思 二人终于来到一处悬崖边 不急看着罗斯手上 冰冷的手枪 吓得腿都软了 就在这时 安娜也跟了过来 劝母亲不要这么试杀 罗斯发了好一会儿呆 终于决定放他一马 不急顿时觉得 就像重获新生一般 心里美得不要不要的 可毕竟他们是主角 一路跌跌撞撞 居然真的在天黑之前 发现了几栋房屋 他们几人 犹如见到救命稻草一般 飞快朝着前方跑去 同为主角的小黑 可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 重枪负伤后 又被伙伴抛弃 一路上不但要忍受饥寒交迫 还要躲避其他的幸存者 等着这伙人开车离开后 小黑竟然地探出身子 忽然看见 一直跟着他的持枪男子 终于现身了 小黑知道躲不过去 抽出匕首 准备拼死一搏 谁知对方并没有恶意 甚至还声称他们是老乡时 可小黑看着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对方也说不出来小黑的名字 但这个人很主动 自来熟的要跟小黑组队 在这丧失末日下 抱团取暖 确实是最理智的行为 小黑也深知这点 答应跟他同行 只是对自己的伤势讳莫如深 这名男子叫做小皮 他知道林子里 隐藏了一个装满食物的小木屋 准备先去那里待一段时间 小黑二人还没走多久 忽然发现一个骑着白马的老者 两人争论了好久 是应该先射人还是先射马 小皮觉得应该留住白马 这样还能当做自己的座驾 小黑觉得这样不行 白马会受惊跑掉 就这样骑马的老者渐行渐远 错过了偷袭的最佳时机 两人都有一些懊恼 但也不沮丧 只能继续朝着目的地进发 中途又遇到一个被枯树压倒的丧尸 身上还有个包裹 小黑二话不说 就上去解决掉了丧尸 抱了一个三级包 里面有一些生活物资 甚至还有一把手枪 小皮想了想将手枪交给小黑 看样子他并没有加害小黑的意思 这在现在的环境下 算是比较难得了 眼看就要天黑 他们要在树林里过夜 必须得生火才行 小皮想着钻木取火 可哪有这么简单 最后还是小黑加了一些子弹中的火药 终于取火成功 夜幕降临 树林中死寂一片 小皮取出仅身的坚果巧克力 分出一半给小黑 可小黑并没有接受 原来他对坚果过敏 这让小皮终于记起了小黑的名字 因为对坚果过敏的人可不多 他甚至连小黑的绅士都一清二楚 原来小黑以前在镇上也算是一个小恶霸了 亲手杀过不少对自己不敬的人 还有一个很有钱的黑道哥哥 小皮不停诉说着盛名远播的小黑过往 两人的关系顿时亲近不少 可小黑的伤口好像家中了许多 小皮想要查看一番 小黑谨慎起见并没有让他靠近 两人一言不合就切磋起来 随后就昏昏沉沉地睡去 等他们再次醒来 天空已经下起大雨 他们不得不冒着大雨前行 小皮意味深长地问小黑 如果射上你的家伙出现在你面前请求原谅 你会怎么做 小黑摇了摇头说自己也不知道 小皮赶紧接话 表示自己之前也被人从后面射过两枪 不过他已经选择了原谅 忽然不远处传来吵杂的声音 二人顿时如临大笔 转眼间就有几具丧尸追了过来 好在二人枪法都不错 鞭打不退 很快灭掉几只丧尸 小皮跑在最后面 不小心被丧尸扑倒 小黑见了 想了想还是转身替小皮解围 保在不远处有一间小木屋 他们赶紧躲了进去 总算摆脱了丧尸追击 小黑随即发现 这间木屋很诡异 墙壁上标买了狂热的宣传语 像是一些宗教徒留下的 他们二人小心翼翼来到二楼 赫然看到堆满了一地的尸体 白天看到的骑着白马的老者也在其中 不过他并没有死去 原来他就是这个邪教组织的教主 他怂恿教徒们自杀后 自己却没有勇气去死 看到小黑二人进来 祈求他们帮忙了结自己 小黑觉得这种人早该死去 毫不犹豫地开枪射死了他 第二天天一亮 小黑二人走出木屋 他们的表情都有些沉重 因为小黑也想起了小皮的身份 他们之前是敌对关系 小皮背后的两枪就是小黑射的 虽然小皮已经将仇恨放下了 但并不意味着小黑会原谅他 这时无主的白马突然出现 小皮有些伤感 小黑则顺势举起了手枪 可小皮像是没看见一般 静止朝着白马走去 小黑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没有开枪 可这两个好不容易结实的小伙伴 也不得不分刀扬镳了 因为他们心中除了仇恨 还有身在骨子里的不认同 如果没有分歧 昨天上午奇白马的老者早被射死 那些无辜的教徒也许就会得救 好了 以上就是黑夏第二集的五到六集内容 大家好 我是阿琪 今天继续带来黑夏第二集的大结局 罗斯母女在树林边缘 非常幸运地找到一家旅馆 这里的生活物资非常充沛 甚至还有早期发电 罗斯美美地洗了一个热水澡 就上床睡觉了 可安娜怎么也睡不着 隐约听到楼下传来响声 她胆子也是奇大无比 一个人拿起枪就走出了房间 猎手猎脚来到一楼 走进餐厅才发现 原来是风吹动木门的声音 一开一合的确实挺圣人 安娜也是暗暗松了一口气 将木门拴好后 冲着玻璃不停地作着鬼脸 小姑娘连日来跟着母亲杀人杀丧时 承受了这个年龄段不应该有的压力 她就这样在餐厅里站到天亮 这时候她再次听到诡异的声音 顺着来源摸过去 终于在赴一楼发现情况 一个房间里传来丧失的嚎叫声 安娜并没有打开门 只是满脸惊恐地望着身侧 刚刚醒来的罗斯看到女儿不在房间 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飞快敲开不及的房门 发现安娜也不在这里 忽然楼下传来女儿的叫喊声 罗斯飞快来到一楼 居然看到被自己无情抛弃的小黑现身了 谁也没想到 罗斯当晚就做了满满一桌好菜 她希望小黑继续跟他们一起前往机场 可小黑一直都在大口吃肉 看着罗斯的眼神有些忧怨 等她吃饱了 才表示自己哪里都不去 只想在这美美地住一晚 安娜似乎看出了什么 直接怼小黑 你当然哪里都不想去 因为你就要死了 小黑也没有反驳 只是跟身旁的布吉 说起了自己被人抛弃在死人沟里的遭遇 那时候她差点死了 可又想起以前做杀手的经历 害怕不能上天堂和母亲相见 于是努力活了下来 这顿饭一直吃到天黑 布吉直接醉倒趴在桌子上 等安娜也离开了 罗斯非常诚挚地向小黑道歉 但她并不后悔 因为她在乎的只有女儿安娜 根本顾不上别人 随后罗斯便起身离开 去厨房吃甜点了 当她从烤箱中拿出面包时 客厅中忽然传来枪声 罗斯飞快跑出去 只见小黑被安娜射死在场桌上 面对妈妈的质问 安娜也不解释 只是说了句我们该出发了 随后罗斯母女和布吉再次踏上旅途 布吉趁着二人没注意 扔下背包飞快逃走了 她是打心底害怕 这对试杀成性的母女 其实布吉算是误会安娜了 她早就看出小黑的伤势很重 活不了多久了 在罗斯去取甜点时 小黑也承认了这一点 还祈求安娜帮忙了结自己 她最后的遗言 是让安娜永远不要离开母亲 此时的安娜并不像之前那般杀法果断 严重不停地流着泪水 哭了好久才在小黑恳求的目光中 抠动了扳机 这位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的汉子 终于死在最后的晚餐中 罗斯母女最终还是找到了机场 可这里并不太平 很快就遇到一只狂奔而来的丧尸 看这长相 居然是刚刚分开不久的布吉 可怜她刚离开罗斯母女 就被大胡子一行人抓住 为了保命 再次说出自己知道飞机场的事 她最终也证明了自己没有撒谎 将大胡子成功带了过来 还凑巧遇到大雷的两名救赎下 两帮人约定一起合作 找到存放飞机的库房 大胡子觉得不及现在已无用处 并没有按照之前的约定放了她 而是残忍的开枪将她射死 更为恶毒的是 大胡子故意没有射头 想让她变成丧尸 祸害其他新屯者 这个飞机场虽然不大 但现在已经聚集了好几拨人 其中不乏一些老朋友 虽然现在还没有碰面 但也只是迟早的事 贾云夫阿仁此前扔掉空头箱 坑了萨姆一把 难免有些心虚 忽然见到萨姆的身影 转身就跑 想不到还没迈出几步 就遇到一具丧尸 好在萨姆及时赶过来 救了他们一命 这个男人还算大度 和他们握了握手 表示前程往事一笔够销 不然其中一名女子 中枪倒地 贾云妇这次动了真情 满脸伤感的不停抚慰对方 萨姆在旁干着急 但也只能远远退开 正如他所料 中枪女子很快变成丧尸 和贾云妇啃咬在一起 两人双双毙命 罗斯姆女远远看到大脸三人 背着不少东西 想设计坑他们一把 把手枪插在腰后 假装投降取得他们信任 大脸见状果然没有围栏他们 只是让人搜索他们背包 看看有没有食物 罗斯和阿阳此前也共患烂过 但现在见面就如同陌生人一般 就在这时 贾云妇几人变成的丧尸突然冲了出来 大脸开了几枪 没打中脑袋 只好顺势躲进了附近一个大仓库中 大脸死死抵住门口 不让丧尸进来 罗斯眼见时机成熟 掏住背后的手枪准备干掉大脸 固然一把长枪伸了出来 制止了罗斯 拿枪的人这是大胡子 原来这个仓库就是用来存放飞机的 大胡子先他们一步找到这里 大脸看到救下属心里还有些高兴 且想不到他们已经反水 和大胡子联手了 猝不及防之下 大脸很快就被制服 原来大胡子还对此前 瓜分空头物资的事耿耿于怀 他制止罗斯出手 就是想亲自教训大脸出气 这一顿打得可真是拳拳刀肉 大脸的两个旧下属也是毫不手软 连手都打骨折了 大胡子故作好心 让安娜去飞机上找医疗包 当他再次回来时 手上已经多了一把信号枪递给了罗斯 这时外面传来动静 其中一个小弟看门查看 发现守门的兄弟已经变成丧尸 朝着自己扑来 接着又有几名丧尸也跟着跑了进来 大胡子几人离得最近 瞬间就被缠上 罗斯几名女子反应最快 快速跑出仓库 最后出来的是大脸 只见他支开阿阳几人 就对仓库内一顿猛射 此时的大脸很绝望 先后经历了罗斯乍降 属下背叛 还有大胡子的恩将仇报 现在连坐飞机的机会都没有了 大骂所有人都是贪心鬼 为了多得一点利益 就如同禽兽一般不管不顾 现在好了 大家一起等死 就在这时 罗斯等人齐齐向着远方望去 只见一架飞机缓缓从空中落下 就连大脸都看傻了 罗斯显然没有听进大脸的话 掏出信号枪对着他射了一发子弹 谁知道打中了汽车油箱 巨大的冲击力 连罗斯自己都被炸飞 腿也骨折了 躺在地上不停的哀嚎 好在阿阳和安娜没有受伤 他们想带着罗斯一起登机 罗斯不想拖累他们 拉枪对着自己 逼他们赶紧上飞机 安娜他们只好朝着飞机降落的方向跑去 路上还遇到早一步跑掉的小红 也看飞机就在前方 小红故意使坏 推了阿阳一把 谁知诡计没得逞 反而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顺利来到飞机旁 安娜又改变了主意 居然放弃登机 朝着母亲所在的位置跑去 阿阳怎么喊也无济于事 只好独自一人登上飞机 飞机终于缓缓升空 阿阳看着窗外的风景感慨良多 他现在也算是苦惊干来了 更让他惊喜的是 飞行员是一个同样会韩语的亚异 阿阳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畅聊的对象 过了很久 他才带着满足的微笑缓缓睡去 每上飞机的安娜 眼看就要被丧尸追上 不然萨姆及时出现 拼命制造声响 将丧尸全部引走 安娜终于顺利来到母亲身边 想不到大雷还没有被炸死 此时正举着枪和螺丝对峙呢 安娜一言不发 飞快跑到不远处 开了一辆车回来 大雷像是想通了什么 放下了手中的长枪 螺丝见了也常常舒口气 就这样不管不顾的蜷缩起来 安娜则是满脸坚毅的望向远方 除了对自己选择的肯定 估计更多的是在想 刚刚引开丧尸的萨姆怎么样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安娜根本就是想多了 原来萨姆一直都是这部剧里 扫地神僧般的存在 战斗力简直爆表 一边逃跑 一边用身边所有可以摸到的东西 反杀丧尸 直接完成八连杀的超神壮举 最后拿着枪 跑到腿软的萨姆 跪在地上看着夕阳 这时候远处又跑了一只丧尸 啪啪几身枪响 完成九连杀壮举 他此时看都没看地上的尸体 一副高手寂寞的模样 好了 以上是黑夏第二集的全部内容 结局让人意外也在情理之中 阿阳作为一个工具人 从第一集被掠到最后一集 可始终都是剧中 唯一一个能够保持心中善恋的人 所以好结局是留给好人的 这部剧最大的特色 就是人物性格非常鲜明真实 除去阿阳不说 假孕妇小红等人 算是末日下典型代表 为了生存下去不择手段 只要自己还活着 管其他人去死 女主罗斯经过两计的磨难 与其说是成长 不如说是黑化 这也算是情理之中 究其本质 她不过只是个 拼死护着孩子的母鸡罢了 当子女的生命安危 和道德准神相左的时候 选择自然不言而喻 女儿安娜可能受到母亲的影响 学了她那套祖传秘籍 物尽其用 人尽可泣 可最后的转变 反而打了母亲的脸 她慢慢认识到 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像母亲那样自私 才可以活下去的 说不定不抛弃不放弃 就是现实生活中一部分人的缩影 阿琪最喜欢的当属小黑了 她从一个黑帮杀手 最后被一名嘴炮王赶化 放下过去的仇恨选择了安息 能做到这一点的 没有大毅力大智慧可不行 屏幕外的小伙伴们 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位呢